杨老师 我们上次讲如何分辨艺术家那一集 哇很受欢迎我现在已经接近2万 但是可能好像也有一些争议或者有一些 那必然肯定是有争议的 没问题的 其实因为艺术本身没有一个绝对定位 对啊 那个大拇指向下的也很多 也是错记录 但点赞的也很多 希望没问题 朋友本来就是一个争议性的 然后我想沿着这个话题 也问一个接近的话题 就是关于画廊 画廊也有这个像你说这个高下之分 我们不说好坏之分吧 起码有这个高下之分 肯定 肯定 那应该怎么分辨 艺术家的这个定义呢 就像艺术一样比较困难 对 我记得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能更多的从一个社会的角度 当时我记得我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承认的艺术家 自我承认呢还是社会承认呢 嗯 但是画廊就比艺术家容易定义了 嗯 我们首先要明确画廊的几个基本的意义 第一 嗯 画廊原则上都必须有商业目标 嗯 这个必然的 不是一个坏事 对 第二 由于画廊的商业目标就导致了画廊的方向 嗯 嗯 从价值观判断 有的画廊可能倾向于我们所以为的 不太优秀的艺术家或者他们的作品 有些画廊就专门做优秀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 嗯 嗯 有顶级的画廊和不顶级的画廊 嗯 但是大家发现一个很简单的十秒 凡是有机会做顶级画廊的 也就意味着他们肯定做了顶级艺术家的 嗯 他们是最有资本的 嗯 而所有起步的画廊 他们是没有办法做顶级艺术家的作品 嗯 也没有资本 对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判断 我们也可以理解 那些 不以 所谓优秀的艺术家这些作品 为对象的那些画廊 嗯 因为他们是商业机构 嗯 对 但是我们怎么区分呢 非常有意思啊 嗯 其实这个层次可以说比所谓的艺术家更明确 嗯 画廊手下取得于他的受众 嗯 而受众跟名声有关系 名声就要传播 那么在艺术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嗯 凡是要靠名声传播的艺术家 我们先不说好坏啊 嗯 他一定是要出格 哦 就是简单 所谓我们理解的 可能他很受欢迎 但作品未必卖得很好 就是说 但很受欢迎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能够传播的艺术家 就名声而言 他必须有可传播的内容 嗯 比如说我们很精进的到于樊高 嗯 樊高的精力很精进 嗯 我们精进的到于 吐鲁兹奴奈涅客 嗯 吐鲁兹奴奈涅客 的经历很精彩 嗯 37岁就酗酒死掉了 嗯 他出生贵族 我们精进的到于 莫迪尼安尼 嗯 他死了以后 他的情人还跳楼自杀 嗯 多么动人和精彩的故事 但我们能够去传播一个 比如说 可能大家现在很少知道的 一些49世纪末 最著名的学员派的花家 比如说热罗姆 嗯 热罗姆当年可是红的一塌糊涂啊 嗯 他的话都是博物馆收藏的 嗯 但是我们今天会传播他的业绩吗 他的故事没这么好讲 哈哈哈哈 比如说我们会讨论 这个英国的这个劳伦斯吗 他也是个著名学员派华家 他的故事有樊高动人吗 不会的 嗯 同样 这个北欧的这个初轮 嗯 他也是个很成功的 学员派华家 嗯 他的话也很好享受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嗯 所以呢 对您不说我都不去查我都不知道 所以呢很简单 嗯 凡事容易流传的一定是传奇 嗯 嗯 嗯 我们所说的 那像安迪沃华了 安迪沃也是 哦 我知道了很多故事啊 嗯 安迪沃华是个制造传播的大王啊 嗯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现代主义艺术和传播密关系太密切了 嗯 这个时候我再交代我的另外一个专业背景 其实我是做传播学业的 哈哈 所以我知道 人们一定相信传说 不相信真相 真相枯燥乏味 传说就很精彩 嗯 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 那些名声远播的大艺术家 其实他的经历也是非常精彩 嗯 至少他们会制造经历 比如说毕加索 对 毕加索 我刚刚也想到 就是毕加索 就是毕加索 对 你看他说他的情人这个东西 就好像老师都讲不完一样 凡事 嗯 靠某种 常人所认可的技巧 或者写识技巧 嗯 那么 其实他的名声传播很有限 嗯 名声传播很有限 以至于我们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了 嗯 比如说樊高 今天我们是认为他的画呢 还是认为他的经历呢 哦 甚至我们很可能 首先了解他的经历 转而认为他的画 而画有个特点呢 看久了你就会喜欢了吗 嗯 看久了你会发现 樊高的确比刚刚说的那个薰原派画家热朵姆 有财气多了吗 嗯 嗯 但是热朵姆生前的名声那是樊高 高不可攀的吗 是吧 这里边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还说明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些靠名声获得传播效果的 或者说那些让我们津津乐道的 跟他们的经历有关系的艺术家的艺术 恰恰非常需要理论的解释 嗯 和批评 而那些完全靠技巧的 靠手艺的 靠画得很飘逸的 嗯 很潇洒的 一般人家看来 这是栩栩如生的 他们其实对艺术批评 没什么需要的 嗯 因为没意义 没意义 嗯 就像在中国的状况也一样 大家知道 凡是写实的油画家 他们根本瞧不起高理论 嗯 他需要批评 不需要 嗯 嗯 他们可能更喜欢 类似华山论剑这样 对了对了 谁论高低 谁的写实更好 就像我们中国的最著名的 这个这个写实优化家 我就不说谁了 老权威了 曾经说过的一个议论 他说 我们中国的写实优化 已经达到世界的水平了 不信的话 在中国美国上摆了一顿 我把世界上那些 西方的画得好的写实画家 拿过来 我们过来画一画 是女士马 拿出来溜一溜 我当时 忍不住说了一句话 把他得住 我说你这是婴儿说的 婴儿说的话 因为这个世界上 我们哪里 还要以所谓写实的 绝妙来作为艺术的评判 嗯 嗯 艺术的社会性 和它的传播性 要比这个复杂多 对 好像我们之前所说到的 这个 现在都直接可以 那个打印在画布上 没错 然后再重新描一件 没错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油画家 有些油画家 比如说我的朋友冷军 我们看啥掉了 嗯 他很写实 嗯 但你问问冷军他需要批评 他不需要 嗯 我跟他聊过天 哈哈哈 我跟他聊过天 其实我认为 他其实他的写实能力 的确有非常绝妙的意义 我当他写成 他还是有 对对对 让我们精彩的 对他写成的技巧 绘画能力的 极对一种 绘画能力的 但是 你有什么好批评的 嗯 但是我们比较造成一个错局 以为那些 已经 赫赫有名的大艺术家 或者说真的在传播上 很成功的艺术家 比如说 你刚刚所说的樊高 嗯 他们真的是靠故事 靠经历 或者靠批评 能获得这个效果 也不是的 嗯 这个社会也不是那么浅薄的 哦 批评还是有他的道理 和他的社会原因 那我又 问回这个 问题了 那 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观众 他很难知道这个艺术家 他 他的这个背后的故事怎么样 那 当然以前 已经去世了 像樊高 这些已经广泛流传 流传当然了 但比如说 现在我要啊 去一个画廊 看到这个画 那我怎么能够了解 这个 现在这个艺术家 他的这个 背后这个故事 是否吸引人呢 你问的非常好 嗯 这就涉及到画廊的评级了 嗯 不是讲画廊吗 对对对 嗯 所谓的 很商业的画廊 或者说是 嗯 以作品 的 某种技巧来讨 一般中产阶级喜欢的那些画 嗯 他们跟名声没关系 嗯 反过来 我也可以下结论 那些来这些画廊 看画的那些 顾客 嗯 他们也无所谓懂不懂 艺术 哈哈哈哈 因为 这很尖锐 他们实际上 只看懂 虚实乌生 嗯 嗯 他们就把虚实乌生买回去 嗯 买个禁物回去 挂在家里 嗯 不必呢 嗯 很正常 嗯 当这样的顾客为主的时候 或者说当一个画廊 为这些顾客服务的时候 他干嘛要做顶级呢 对对对 干嘛要去传播 如果纯粹只是为了装饰家居 这个好看的话 就没有必要买这么贵的作品 他为什么要去传播故事 嗯 但是 呃 作为一个商业的规则 还有一个特点 我要提醒大家 你做开了流行的这种 甜美的 或者说是栩栩如胜的风格的 作品的画廊 你就不可能做顶级艺术家 嗯 嗯 因为这个叫城市 嗯 做顶级艺术家的话 那你就做顶级艺术家的话 嗯 一个人不可能 我这边做的是梵高的 嗯 那边去做了一个默默无闻 但可能很受中产阶级 欢迎的中文化裸铝的 呃 假撒清特技巧的 那种 嗯 显示优化 不可能 嗯 在中国也许有可能 但是中国要做得好的话呢 他也慢慢会拒绝这一点 因为 什么 名声 对对对 一个又做非常商业的 非常通俗的 作品的画廊 然后去做顶级画廊 他等于自己毁自己的名声 这说明什么 说明 画廊作为一个商业机构 他也有一个名声的问题 当然了 名声针对是不同的受众 富豪 财团 那些真的有经济实力的那些 比如说比尔盖茨这样的人 他们一定买顶级画家的 嗯 为什么呢 他买一个 名不见金传的 下三流的 虚虚如生的美女裸体 我估计他在那个富豪圈里面 社交的时候 另外一个富豪就说 比尔盖茨好蠢 你买了 他好差你 怎么这样子呢 这说明什么 趣味是一个社会圈子的定义 顶级画廊的顶级画的受众 一定是顶级有钱 普通商业画廊的受众 一定是普通人 中产今天买得起 据我所知 在美国很简单 一当油画 如果说他的价格是 1500美金 或者以下 或者上下左右 一个美国普通家庭买来的油画 当他换房子的时候 或者当搬家的时候 这个油画是不拿走的 不就是装饰吗 对 好 什么样的价格可能会拿走的 比如说你这个油画 可能是5000美金 或者是10000美金的 他就考虑 这个可以拿到我的信价去放一放 去装饰一下墙壁 因为这个价格也不便宜 对不对 但是当你 不管你懂不懂 比如说比尔盖茨 他手上有一张繁高的话 他如果不搬走 他如果搬家 他可以不把他的电脑搬走 他可以不把他家里的那些 人工智能的遥控装置搬走 这话是非搬走 那些才不值钱 电脑过两年 就贬的一文不值了 你看手机iPhone 开卖的时候 本来一万炒到两万 那过了半年之后5000块钱 这就是差别 话就反过来了 对 就是说所有的工业产品 包括名贵汽车 一出车库就贬值 对 所有的艺术品 我说是顶级画廊的顶级艺术家艺术品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他已经在艺术市场有名望的 有名声的 或者说是已经被认可的 对 他的发现生殖 全世界甚至最快的画 一定是顶级画就能画 我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千真万确的 樊高是1890年自杀 自杀之前 同他弟弟 终于出售了一张油画 这张油画有案可查 你们可以去查 我忘了什么名字了 四百多法了 樊高很郁闷自杀 1983年 苏式比拍卖行拍卖樊高医生所画的六张 奎画中的一张 六张像个奎中的一张 那一年是三千万美金 是日本东京画廊拍下的 1983年 那么就说想看 从1890年的四百法廊 到1983年的三千万美金 对 不用说今天了 全世界有哪一个物品的身子超过 没有人超过 不可能超过 即使现在县市的艺术家也是 对 像你之前讲过张小刚 对 才几年 张小刚在1996年 他大概一张油画 一张普通油画 大家租的这种系列 大概也是一万美金左右 对 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2005年 纽约数字品拍卖行 第一次拍卖亚洲当代艺术 那一年张小刚的一张96年 花的油画的拍卖价是96万美金 对啊 那个才十年左右的 这样的光景就已经 那个差别已经这么大 所以已经有广州 这个拍卖行的一个朋友 已经跟我说了 杨老师啊 你太愚蠢了 你当年怎么不搞了几张张小刚 的话呢 今天你如果搞的话 我不拿去拍卖 你都不用做别的事了 不用这么惨 哎呀 我说这证明我的确没有演过 其实连张小刚都没想到 他的话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升职 当时中国所有搞当代艺术的人 没有几个有眼光 当然我不是云南人 不是成都人 没有跟张小刚更密切的关系 否则敲了一两张也不是没可能的 哈哈哈哈